你不想要 我刚劝服马容投诚拜日 他便被彭坤安插的 服将赐死 还真是巧了 那名副将 明知寿春大师已去 为何还要对马容下手 那人是彭坤一手提拔 对彭坤十分信重 听闻彭坤有意收他为义子 娄公子游历四方 知晓天下事 竟不知此人 与彭坤关系匪浅吗 也是我一时疏忽 未曾发觉 我出征前还去过娄府 见过娄太夫 望你能随我一同出站 但娄太夫担心你的安危 便婉拒了 谁又曾想 娄兄又以身犯险 还在童牛县 立下了如此大功 如果是凑巧 去年我曾去过寿春 与任马容也算得上认识 能说上几句话罢了 娄兄过谦了 能劝降一城守将 绝非几句话的事情 对了 娄兄可是也觉得 这严重果真头敌了 那程氏将军 与那两千金筒 又在何处呢 这县城礼逢作证 还能有假 更何况这县衙书房中 还有严重的毁国书 至于程将军嘛 我当真不知他的取向 忘生贪念 心中有愧 是言中笔记 看来严大人为一家老小考虑 一时心差他错 也情有可言 好一个情有可言 难道世间只有他一人有情卷吗 好在并非人人都如他这般 贪生怕死 那县城礼逢 不是就誓死不详 被关押在了衙门大牢吗 人放出来了吗 可不能让忠良寒心啊 何佑 这俩人事态多 原本把荣是要放人的 却不想他出了意外 林娇女放心 我此刻便令人将人放出来 不好 大人 不好了 县衙大牢突然着火 县火是已经控制住 但李县城的 他 是立方 不过 已经断气了 恐怕之后 走 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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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我怕是回光返照的 你不是在寿春振战 都会在此处 这下子说得对 喜欢谁 只看眼睛看见他 愿就是谁 我来晚了 还好你没事 还知道疼啊 嗯 一个人就赶来闯战乱之地 都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 现如今 还怕疼 初见二夫相落空里 全家人都入了狱 初见陈家只剩我一人了 我不想办法救家人 为父母洗刷冤屈 难道还有安心坐在家里 等你来娶我不成 你都 不然是 我不想办法救家人 我带了你 那就回来 快点 就回来 我快点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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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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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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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与娄家误会 迁怒在下 若是如此 我替阿瑶向你赔罪 那 娄公子 此次火灾伤情 怎么样了 医师们已尽力救治 但只有尹县城和三位小丽活下来 此次死者八人 包括尹县城 我在起因你 我与两位梁秋小将军一同取查 是彭坤安插在马戎身边眼线所为 他们不服马戎头绳变相同归于尽 待我们抓到人时 他们已畏罪自尽 好好安葬他们吧 待尹县城伤势好一些 让他再任先念一职 这段时日麻烦了娄公子了 这段时日麻烦了娄公子了 待娄公子回到都城 封赏 圣上自会安排 林将军谬赞了 比起将军 我做得微不足道 先告辞了 干什么 别老监着人看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不是记过阿宇阿佑推清之事 我知晓 你只是怀疑他 与童牛一案有关 你怎么知道 你再这么着想 连罗本都要看出来了 我的确是怀疑楼奔 我的确是怀疑楼奔 放在海威与你说完 在狱中的时候 李逢对自己悲观一点都不担心 还信誓旦旦地说 等朝廷兵马一到 马荣必定会投降 你的意思是 李逢知道楼奔要劝向马荣 且确定马荣一定会投降 不止如此 当时着火之时 仍然都在呼喊 我当时也被烟熏得 有一些神志不清 不过就听到李逢还在叫门 说什么过河拆桥 杀人灭口 若不是与人勾结 何来杀人灭口也说 只是不知道 我阿富在何处 是不是与此事有牵略 这罗本很是精明 过去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 可现在看来 我还是想取了他的野心 要从他手里找证据 不会容易 只要是人 就一定会有破绽 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证据 找到我阿富 他是人永远的 也许他 别忘了 可是他不想适合 还有这 哎呀 我 恨 太日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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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军 李县城也真是富罗 他自幼就无父无母 吃百家饭长的 他的夫人也是个稳重的小子 我本以为有他照顾 李县城余生便安康了 谁曾想被那严重叛国所悟 连个子女都不曾留下 严重平日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严重子人 说起来就是心高气傲 普通人情 更是不许与世家子弟打交道 这平日里啊 衙衣们为街坊择些事 街坊就算提着只老母鸡来打些 要是被他瞧见了 也是要发俸禄的 这么听起来 他并不是一个中立之人 我曾经也是这么认为啊 之前他家中老母病重 他是典当家产 严请名医啊 将马车换成了牛车 他也不觉得寒着 他驾着牛车 依然坦然自若 若不是亲眼瞧见 卢公子找的那八字忏悔书啊 我是根本不会相信 严大人会带着两千金铜投敌啊 说起来也是可惜 我尚未来得及见上李兄一面 就走了 李兄放心 你的家眷 我会带你照顾我 李夫人 童如今是伤心地 一步当心盘着回家 你看看好 我也正有此打算 这些时日 我已经在变卖家宅了 截然截然一身 不如回老家算了 多谢大人关心 不如什么大人 李夫人是聪明 做的选择 一定要是对的 罗公子可真是个脑人哪 若非他劝想马戎 童牛县怕是保不住了 他们为何要运两千金铜出城 你们可知晓缘由 记得那日 程将军与严中两人 以童牛县与寿春匹 皆担心 金铜安危为命 将铜押送出城 说是先送回都城 谁知朕 这言中将家眷一同带出城去 这显然是投敌去了吗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李宣诚啊 李宣诚 咱们都跟了一天了 他不是在搬家 就是在变媒家财 看不出什么古怪来 走 去去去 不是 长官 就他们去 长官那你听我说 这个真的是宝贝 行了行了 走走走 走走走 大家来帮我评评礼 大家快来帮我评评礼啊 我夫君才为童牛献捐驱 他被欺负我这寡妇 竟然还想把我的宝贝讹去啊 你这 什么宝贝 给你三百钱已经是便宜你了 这可是 我当庭长的君 就留下来的传家宝 怎么可能会不值钱呢 我夫君在狱中 就反复地叮嘱我 让我留给一家老小 要不是我娘家距离 此地有三十里 我一见父导人家 身无分文回不去 我怎么可能舍得荡调呢 徐徐徐徐徐徐徐 你快走走走 我 我一定要报告你 你们看哪 他太欺负人了 走 走走 李仙城真是勤政爱民哪 可惜呀 此等好官却老天不长眼 这自己为何不一样 这是颜县令的自己 他倒是会装目作样 他演的一出好戏 你先下去吧 你作何想 你看这县城规划图 严重鼓励农丧 新办香学 这儿 要挖三条水区 还要铺两条路 条条框框写得这么仔细 若真是想透敌的话 为何还要做这些规划 这李峰定是怕别人起疑 才把严重的手术全部藏了起来 李夫人如此迂回地给我们线索 定是因为被人威胁 看来在这县衙之中 有她顾忌之人 她方才说若非娘家具此地三十里 她也不会当掉玉绝 三十里 不然矫程也就两日 为何需要这么多盘缠 李峰既是族人养大的 怎么会有当亭长的父亲 方才李夫人说 留给一家老小 可我记得她并没有孩儿 三十里 她的君就是亭长 我听着 停 我知晓了 阿喜阿飞 在 在 彭牛县外三十里处的疫庭 给我搜 是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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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此处 不往前了 可都查清楚了 尸体都有何人 六寻老妇一名 四十左右妇人一名 不到十岁孩童一名 还有一名四十岁成年男子 看服饰应该就是严重及其家眷 其余人应该也是三四十岁 不会因为时间太久 无法辨认身份 看装扮 是这次跟随程将军 前往彤牛县的护卫 双双 双双 双双双 你别看了 双双 我阿父在何处 我阿父在何处啊 双双 你们再仔细挖挖 这上面定还有人 少女军 我们已经查过了 人都在这儿了 双双 双双 你好好想想 没有找到陈将军是好事 但是你阿富定还活着 他无意高强 此时说不定 正在某处疗伤呢 对 阿富可能在某处疗伤 他还在等我去找他 我去找阿富 立刻休书 将此事告知身上 是 阿富 感谢观看 我比任何人都懂你此刻的心境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承受我当年的同处 阿富 找啥 可又找到我阿富 还没有 那些尸首再次确认过了 确定没有成束缚 挺有漏掉的地方 我去找我阿富 你让我去找我阿富 少语君 你可知少主公背了你走了好几个时辰 回来连口水都来不及喝 闭嘴 阿飞 我就要说 那是少主公听闻曲灵猴出事 为尽快拿下寿春 只身一样 grenades 你个人都给你们吃了 火起来 不吃了 我闭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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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